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原來很喜歡在Twitter發表貼文 他最廣為人知的當然就是發表了美軍的源頭論 最近他又再發表類似的言論 他就說美國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一個線線 零號病人到底是何時出現在美國的呢 有多少人受到感染呢 醫院的名字是甚麼呢 可能是美軍將疫情帶到中國 美國要透明 要公開數據 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 接著又發表多條以英文撰寫的貼文 這些言論當然是非常不負責任 完全沒有任何科學的證據 純粹就是為了幫中國洗脫嫌疑 撇清關係而說 在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 有記者就問到耿爽 到底是怎樣看這個 美軍員的投論呢 他就回答 中方就始終認為這是科學問題 需要聽取科學和專業的意見 這個就是中國政府的立場 事實上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國內 對於源頭的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 個別的美國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 借此來發表種種不實和不負責任的言論 抹黑攻擊中國 我們對此堅決反對 這些說法當然也是典型的 原告當被告的操作 而且從中就可以得知 耿爽沒有對於趙立堅的言論 割蓄 即是說 趙立堅所說的東西 其實就是遭到國家的默許 否則 神祖已經是直戚不雅 怎會還在包庇他講這些言論 他身為一個公職人員 身為外交部的發言人 如果外交部不同意他說法的話 應該是說得清楚明白 現在其實就在說賊佬試沙煲 一路試試水溫 如果他說這些言論 是沒有任何反彈的話 說說說就會變成三人成虎 三人成虎這個成語就是出自戰國策 他的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人可以說 方暴市集有老虎 大家都看不到 當然就不會信以為真 但是當第二個人是這麼說 第三個人又是這麼說的時候 大家的信心就會開始動搖 就會真的相信 市集真的有老虎 這個成語其實就是比喻 一個謊言 一個謠言 只要不斷有人重複這樣說 就肯會有些人是信以為真的 美國當然就不是省油的燈 他看到你這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在Twitter說得這麼過癮 當然要傳召一下中國駐美大使 崔天凱 向他提出嚴正的交涉和抗議 到底你為什麼會在Twitter說出美軍源頭論 助理國務卿史達偉批評 相關的言論 就是中方明目張膽在全球散播假資訊的行動 而美國國務院也發表了聲明 批評中方自從一月份開始 改變了源頭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說法 顯示中方有意圖被責任 而傳播陰謀論是危險和可笑的行為 為了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美國就希望北京當局 要對有關的言論展示 不能容忍的態度 其實除了這篇國務院的聲明以外 總統特朗普在他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的記者會之上 也是憂了中國一脈 他就說最近真的看了一篇文章 但就不認為這篇文章是有什麼代表性 他還說到 They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We all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即是說 他們又知道這篇文章從哪裡來 我們又知道這篇文章從哪裡來 當然這篇文章就是病毒 這句說話引來了現場觀眾的一片笑聲 當然在現代的世界來說 散改歷史就不太容易了 還想著用這些三人成虎的老橋段 你以為現在還是春秋戰國的時代嗎 已經到了21世紀 互聯網的時代 所有東西都是有跡可尋的 如果還想著用縱口削金的方法 一萬隻網軍不夠就堆夠十萬隻 十萬隻不夠就堆夠一百萬隻 總之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上 社交平台上 猛講一些他認為是事實的東西 不斷將非說成事 不斷將黑說成白 就想著靠那個人數靠那個數量 就可以蓋過全世界的輿論 這種方法就是自欺欺人 特朗普其實說得明白 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 從哪裡來 用這些方法 其實最終都是徒勞無功 總統特朗普就已經宣佈了 美國會進入緊急狀態 不少亦有都報料 說美國很多地方的超級市場 都是出現了一些搶購的風潮 其實這個軌跡 都是在重複我們香港當時的情況 在過年前後 大年初一 整個超市 買賣意 廁紙 日常用品 全部都沒有 現在美國 正在重複這個現象 但是我勸喻 住在美國的益友 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這些東西始終會補貨 根據香港的經驗 買兩個星期 什麼都滾了 這些日用品 很快就會上架 到時候慢慢再買都不遲 反而現在人多擠迫 你又勇 我又勇 這樣的情況下 更危險 目前美國面對著兩種困難 第一就是檢測能力不足 在這方面 韓國就是領先全球 因為他每天最多可以做到兩萬宗的檢測 但是美國在這方面相對落後一點 因為不夠試劑 總統特朗普就已經宣佈了 預計在下星期開始 就會有大約50萬套的檢測試劑應視 但是這個數字顯然就是杯水車身 美國有兩億人口 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醫保的問題 目前美國就說明 做這些相關的檢測 是免費的 但是治療方面 就是要付錢的 而且價錢也不會便宜得到那裡去 這方面住在美國的益友一定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世界上很多的國家 在治療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對於本國的國民 都是免費的 就算在香港 在本地人來說 都不會收錢 外地人收錢是正常的 但是美國的情況就不同 故此當地的基層 醫療負擔 是相當沉重的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 關於本地的情況 今天早上何柏良總監 就去到電台接受訪問 他就說到 自己曾經建議特區政府 考慮要拒絕所有非本地居民 從歐洲入境 但是特區政府就沒有採納到這個建議 他就估計因為當局在檢視了香港 過去幾個月的個案的時候 認為有關人數不是很多 但是他就強調 特區政府應該向市民說真話 這樣才可以跟市民站在一起 至於英國的個案數字 已經升了很多 但是本港的應對措施 沒有包含到來自英國的人 何柏良總監就說非常擔心 認為特區政府就應該採取一些 較為果斷的方法 將英國和歐洲神根地區國家 全部看齊 實施同樣的措施 我當然就是同意 何柏良總監這些建議 特區政府在考慮一些措施 入境限制措施的時候 麻煩你用一下腦袋 限制來自日本北海道的旅客 就說他入了香港境以後 就要自行閉關14天 有用嗎?他在申報的時候 這些根本就叫做 就是誠實系統 你要依靠旅客到底申不申報 他那班機只要不是從雜房起飛 你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去過北海道 當然現在就叫做有些進步 對於歐洲神根地區那二十多個國家 全部都採取同樣的措施 就不要再分哪個省哪個州 這些都是無謂的 其實遲早就要對於全球的旅客 也是實施同樣的措施 麻煩你一體軍殲 要不要分那麼多 這些是全球一體化的 現在非洲都有 難道不限制嗎? 實情最好的辦法就是一刀切 不要理他來自哪一 總之就採取同樣的措施 你要他運在中心十四晚也好 自行閉關十四晚也好 全部統一 現在反正都沒有什麼商務旅客 如果要營商就怎樣 就用視像會議談吧 現在的網絡那麼方便又快捷 是不是 還搞那麼多什麼呢? 全世界都開始封關封國 挪威就封了 以色列也封了 意大利也封了 很多地方都封了 香港不要那麼遲才行 要阻截外地傳入的個案 不要做什麼都要萬三拍才行 賀柏良中監還說到 如果連續28天都沒有錄本地個案 政府考慮復課是合理的 但是復課也要考慮很多因素 包括有沒有那麼多的防護裝備 學校的環境是不是通風 當然他是說得很好 不過真的要連續28天都沒有本地個案才行 中間如果一天斷籃 你也要重新計算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